明安9号防灾演习13号正式登场台中市率先打头阵 上午举行兵棋推演 市府跟单位主管排排坐 台中市长卢秀燕亲自坐镇担任指挥官 今年的明安演习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把战争当作演习的项目 而且这个战争演习项目在整个演习当中 他所占的比例高达70% 穿上红背心卢秀燕率领一级主管逐一报告 战争发生时市府应作为演练视同作战 因为台海关系持续紧张 今年明安9号演习也提高战场情境的比例 全市被遇一难三万六千余人 全民国防议事深入日常 13号下午将在乌日高铁站旁进行三铁交通 遭受攻击因演练 首场民防演习不但吸引外国媒体关注 AIT也派员到场关心 地方政府的演习呢 上级的指导单位之一是国防部 那美方呢 的确有获得国防部的邀请 来进行这次的观摩 包括美国的国防部 以及美国相关的单位 那所以我证实 但是对于相关的内容跟信节 我们没有办法进一步的说明 中共持续在我国周兵演练 不断以军机舰跨越台海中线 对台湾加大军事恫吓力度 国防部在全国十一县市举行明安九号防灾演习 除了兵棋推演也将有十座演练 展现灾害防救机制准备成果 谢谢黄军权亮文中台出报道 立刻上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